李大姐家的母狗生下狗宝宝也有两个月了 自从狗妈妈生了娃后 她可是操碎了老母亲的心 就连跟主人出门一会也不放心 急急忙忙跑回来给孩子喂奶 我看还有奶吗 你说你们俩都长牙了 还吃你妈奶 其实小奶狗两个月可以完全戒奶了 但是狗妈妈却舍不得 当狗仔们蜂拥挤上来时 狗妈妈几乎是有求必应 任凭李大姐怎么拉都拉不开 你多大了你还吃奶不许吃了 这时母狗瞟了主人一眼 似乎在说到 孩子们那么喜欢就让他们吃呗 狗妈妈却浑然不知 自己已经挤不了几滴奶了 都说母爱是伟大的 为了自己的孩子 他们总是可以毫无保留地付出 李大姐经常忙于工作 顾不上照顾毛海 她很担心狗哥们的营养 所以总会给他们水煮鸡蛋加餐 小家伙们吃得很欢 但是狗妈妈却含在嘴里不舍得吃 我看在嘴里咋 他俩吃完了 他妈在一个 你应该就个嘴含了 我看你不吃 你放下你孩子强 两个狗宝宝吃完后翼游未尽 他们围着狗妈妈嗷嗷叫唤 寻思着向妈妈讨他嘴里的鸡蛋 果然 当狗妈妈把鸡蛋吐出来 放在地面时 两个狗仔迫不及待地抢起来 起来吃吧 不吃赶紧让脱腿吃了 起来赶紧吃了 来 你起来 脏嘴 起来脏嘴 起来脏嘴 赶紧把脱腿两个脱腿来咬 快点 起来过来来 脏嘴 你看啊 你看我等一下 我等一下不管了 最后 狗妈妈在主人的监督下 勉强吃了两口 剩下的都给孩子们造完了 李大姐透露到 狗妈妈特别善良 脾气也很好 平时对孩子十分疼爱 经常有好吃的 都让孩子抢去吃完 自己没爱着便 这不 为了能让母狗吃上一个鸡蛋 李大姐特意把两个狗仔 关在房间里 让狗妈妈偷偷吃 但是狗妈妈却迟迟不肯下股 犹豫着不舍地吃 在主人的叫唤下 最终狗妈妈还是小口吃起鸡蛋 房间内的狗仔按捺不住 听到孩子的叫声 狗妈妈更不忍心了 她想留起来给孩子 但是李大姐却说道 这两只狗娃太浓造了 一天能吃五六个鸡蛋 吃太多的鸡蛋 狗宝宝并不好消化 一天一个足够营养摄入了 尽管狗妈妈很想留起来给孩子吃 但是被李大姐阻止了 也只有在主人监督的情况下 狗妈妈才能吃上一个完整的鸡蛋 不得不说 这母狗真的是太乖 太懂事了